非常非常精彩 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得到临时灯这种表现 我觉得中国队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年轻好的这种优秀运动 值得大家去关注 作为我来说其实这次比赛我也并没有失败 我觉得可能作为20多岁的我来说 可能梦想每一战比赛都是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能够站到最后 但这次我觉得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去参加 作为我来说就是成功 当然还能打进决赛 我觉得这已经超出自己这种想象 现在这一刻就挺印象深刻了 首先还是非常开心这次能够还是来到北京 也算自己的主场然后来参加这样的大王冠 同时也能相信大家这十来天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乒乓球的这种魅力 以及现场这种刺激感 而且原来比赛的时候都是很多女孩是观众 但这次看到很多男士来到比赛现场观众 让我感觉更加这种舒服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之力 当然其实自己之前比赛可能有失败的时候又成功的时候 但我觉得这一刻自己可以带着微笑离开这个场地 我觉得今天就是这场球其实我跟龙哥 然后也给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吧 然后我想就是全场还是把掌声给龙哥吧这场 然后可能当时自己还是想着一分一分去追吧 然后最后已经没什么压力了 然后还是去一分一分去追 然后没有放弃吧 谢谢大家